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弱吗 对不对 那你有看过我的胯下吗 这是阿信在演唱会上最尴尬的一次 面对蔡依林火辣的追问 场面一度陷入热潮 还好乐队中的吉他手为阿信及时解围 而蔡依林也确实有撩人的资本 因为当初她仅凭一双美腿便狂懒一个亿 她19岁出道时 凭借着歌声响彻大江南北 住着上亿的豪宅 分手时送男友价值500万的法拉利 身上戴着的价值2亿的宝格力项链 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娱乐圈富婆蔡依林 蔡依林在台北做拥一亿的豪华别墅 处在台北市的中心地段 窗外能看到台北的标志性建筑101大厦 周围的邻居非富即贵 在和男友分手后 又在台北购买了一栋价值4亿的豪宅 除此之外 她还在东京和纽约市中心都有置业 要知道东京和纽约的房价动不动就是上千万 有次出席活动时 身上带着价值5000万的珠宝 当媒体问会不会有压力时 蔡依林霸气地回应到摔坏了也不会有压力 还说大不了自己出钱买下就没事了 略谈天后的身价果然不一半 就连她的爱宠也过着奢华的生活 狗狗穿的衣服都是法国奢侈品牌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羽绒服就价值2万元 早在2014年 她累计财富以上一辈 美国富比市杂志评为收入最高的华人明星之一 虽然蔡依林在歌坛成就不菲 但是选对象时眼光却十分一半 2010年 30岁的蔡依林拍摄了MV时 认识了小4岁的景龙 景龙是个混血 父亲是新西兰人 母亲是新加坡人 拥有混血血统的她 不光有着完美的身材 五官也立体帅气 蔡依林身高1米58 景龙身高1米91 两人同居6年后 当景龙知道蔡依林想要和她结婚 于是给蔡依林办了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 求婚仪式上 景龙的一片真情表白 让蔡依林十分感动 紧接着景龙拿出一份结婚协议 蔡依林看完后 当时就不淡定了 结婚协议上有三条 写到两人婚前财产 婚后财产全部共同所有 并且婚后女方徐冠复兴 要知道当时两个人收入可谓是天差地别 蔡依林年收入过亿 景龙年收入50万 整整300倍的差距 在这个协议下 这段长达6年的恋爱走到了结局 姐弟恋可以吗 蔡依林究竟有多会撩人 王俊凯被蔡依林这番话撩得 险些下不来台 而这一切都不离开吴宗宪和周杰伦的特殊关照 2001年 在吴宗宪的撮合下 周杰伦跟蔡依林相识并相爱 于是被网友称为金童玉女的双剧组合出现 在网友们看来 他们的兴趣 能力 身价都比较匹配 周杰伦为蔡依林写歌 蔡依林为周杰伦伴舞 两人一开一合成为了当时歌唱界公认的金童玉女 二人合作了布拉格广场骑士精神等歌曲 有一次 蔡依林在北京开演唱会时 周杰伦为她助阵 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刹那 周杰伦突然偷吻了她一下 没想到被镜头捕捉了个正正 虽然外界频繁爆出两人的绯闻 可是却迟迟没有公开确定关系 直到2005年 周杰伦终于承认了自己有女朋友了 但那个人并不是蔡依林 而是温柔贤淑的侯佩岑 因为侯佩岑才是周杰伦的理想目标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只是这两人的恋情也没持续多久 再一次演唱会上蔡依林依照粉丝要求 重新唱起了那首很久没唱的倒带 没想到的是周杰伦特意写了一首彩虹回应 歌迷们感慨 如果说倒带唱的是蔡依林的不甘和难过 那么彩虹唱的就是周杰伦的不舍与遗憾 这份精童玉女的恋情真是让人唏嘘 40岁身价上百亿 为何至今无人敢娶 这就不得不说蔡依林的坎坷情史 蔡依林一共谈过11亿的男友 每一个都十分出名 周杰伦 彭于燕 陈冠希等等 经过这么多的感情经历 却依旧无法找到一起踏入婚姻殿堂的伴侣 早些年谈过恋爱的周杰伦早已结婚 蔡依林仍旧保持单身状态 可能这段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她自始至终都是女王 可周杰伦打心底里想娶的是公主 前不久蔡依林向媒体透露择偶标准金呆众人 首先她要帅 其次要在50岁下 堂堂天后要求竟然如此之低 可见曾经和景龙的年夏恋伤透了蔡依林的心 蔡依林的成就如此之高 是台湾艺人榜身价第一 能取得天后的人屈指可数 更何况很多男人不喜欢比自己要强的女人 蔡依林如今年纪已经40多了 这个年纪高不成低不就 年轻漂亮的女人层出不穷 有句话说的好 女人很花心会喜欢各式各样的男人 但男人就不一样了 永远喜欢18岁的女孩 不过从目前来看蔡依林的前男友都十分优秀 想必在怎么因为年龄降低要求 也不会比前男友差